娱乐第一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这是一个好时代 也是一个坏时代 人们的见识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但同时还面临着空前的诱惑和超多元的选择 而且现在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在别人的故事中 喜怒哀乐 悲喜无常 这种娱乐致死的现状呢 其实也不怪看客们的热衷 毫无营养八卦 只是明星们也乐意将自己的生活暴露于前人工人把玩 6月27日被称作是娱乐圈被载入史册的日子 不光国内的明星呢 接连爆调热搜 就连隔壁南韩的大咖们都不甘寂寞在微博热搜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异笔 很多人对于爱情最好的憧憬啊 应该都源于韩国编剧的启蒙 这更因为剧中过于美好 所以很多观众将剧中的CP在剧外也有种情侣的即视感 这种观众也就是所谓的CP粉 不过银瓶情侣啊再般配也不得不承认银瓶下的他们只是点头问候吃饭没的交情了 而孙仲基和宋慧桥这两个人绝对是让CP粉们坚持到了春天的情侣 从银瓶情侣走到生活中的夫妻 完美的实现了影视童话和生活童话的卑仪 众所周知明星恋爱或者结婚必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拨人的战争 尤其啊是恋爱双方人气地位都不对等的时候 然而两个人的结合不仅没有不和谐的声音 反而是祝福声一片就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确实有够养眼 CP感啊又够强 他们的婚礼虽然没有大肆向媒体公开 但还是赚足了人的眼球 就连中国月一线大咖国际章张子怡和中国时尚女王苏芒都出席了婚礼 结婚之后送送夫妻虽然比较注重自己的隐私 但是时不时放出的照片还是会让人忍不住感叹 这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呀 婚后两人并没有因为对方的超高人气而可以捆绑对方 即便是偶尔在公开场合Q到对方 也是一如既往甜到后的程度 每对明星CP都会面临被分手或者被离婚的状况 双送夫妇也不例外 结婚不久之后就屡次被传离婚 当时不回应则已 一回应啊就是一把甜度超高的糖 果不其然 宋仲基因为回应婚变传闻而表示 结婚之后让他火得安定感 后的不到一个月 却在没经过宋慧桥方的同意下 单方向向外公布离婚 然后呢 这十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了两个人相互甩锅的过程 刚开始宋慧桥方表示 宋仲基的离婚 调解申请是在没有通知宋慧桥的情况下进行的 宋仲基呢是在提交离婚申请的一天后才通过 法律代理人的公开报道资料告知宋慧桥的 而宋仲基方迅速回应这么做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提醒宋慧桥不要散布离婚背景后的谎言 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警告真的让人有点跳戏了 而且贡献是一点的讲 明星离婚不仅是一段感情的破裂 更是一笔财产的份额分配分割 尤其呢是宋仲基和宋慧桥这种一线大咖 2016年时两人分别以第二第三排名 挤进韩国明星富豪排行榜 所以离婚是一笔很大的财产分割 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就有媒体爆出 这是500亿韩元资产的联姻 人民币约3亿左右啊 所以啊这次离婚也变成了这么尖锐的剧情 很多人猜测这是因为涉及三亿财产的分割 这么看来这瓜也太大了点吧 近日宋仲基离婚后首爆照片 照片中的他和友人在一起 虽然心情呢看上去不错 但是沧桑感啊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是宋仲基似乎也遇到了全世界中年人的难题 脱发 照片中的他前额头发 稀疏凌乱 这分明啊就是脱发 秃头的状态 胡子痕迹也很明显 这样憔悴狼狈的宋仲基 还是第一次见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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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